如果你是爱的男人不联系你,你会这么做,爱是相互的,正爱着的人不会计较那么多,谁想谁多一点,谁就会主动多一些 是爱着的男人不联系你,那要看是什么原因,男人的事业感强,如果是因为忙不联系,那是正常行为 但有空闲时间也不联系,可能就是他不在乎你的感受,或者说他不懂得呵护 深爱着的男人不联系你,你会这么做,如果两个人彼此有着一样的爱意,他不联系你,那么自己就得主动联系他 既然是深爱,谁联系谁都是一样的,没有谁先联系谁之说,更没有谁先联系,谁就在讨好之说 这是真爱着心理,因为深爱是没有,谁高贵谁低贱之别,爱是相互的,不是盲目的 既然深爱在忙,打电话的时间总是会有的,有时候人都是自私的,本就不是真爱 为了某种利益,他只是在利用你 一旦觉得你没有价值,而且怕影响他的家庭,他就会选择逃避 那么你也要放下这段本就错误的爱 联系与不联系不重要,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深深的爱着 如果只是自己深爱着,而对方不爱,自己主动联系了,而对方不回复 或者是敷衍式回应,那这样的联系就是一种打扰 如果是这样,即使爱得再深,也不要再去联系 因为你的联系可能会让他有着反感 我深爱的男人不联系我,我可以主动联系他呀 如果主动几次,他都不理我,那我就不再主动了 他也许不喜欢我,虽然我会很难过,但也不会一棵树吊死 我会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做,尽量不再去想他 时间会淡化一切,主动久了会累的 联系他,他对你不理不睬,伤的还是自己 想开了,不学会放手,肠痛不如短痛 在一起开心过,快乐过,把美好的记忆藏在心里回忆好了 没有必要的去伤害自己,糟蹋自己,祝他幸福 受伤害